哈哈哈哈 你怎麽解決 你好像阿刀姐的女子監獄那樣 找矮瓜找什麽之類的 OK 我覺得不太相信八姐姐 沒理由謝偉俊在家裡 經常去到哪裏都拖著她 沒理由不擲一下她的鮑魚 哈哈哈哈 我會不會收律師信的 哈哈哈哈 大哥你真是 都未得到過一個男人身體上給予的混亂 任何女人都覺得身心自傲 然後謝偉俊就否認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嘩這個主題 今天是說白姐姐 白姐姐就是一代才女 自從林健尼過世後 其實香港五大才女只剩下四個 其餘那四個已經是報入 都幾百年多了 沒有七十幾歲都六十幾歲了 現在白雲琴 她是77歲 剛剛過了生日 9月生日 白姐姐 她以前真是漂亮 但自從2020年 疫症漫延 現在甚少露面 其實最近她在 今年的六月 接受傳媒的訪問 但她當時是提供一張照片 提供一張照片 跟Paul 謝偉俊 一場馬場 但她沒有什麼說話 但可能Paul幫她 但你看到 她倆很甜蜜甜蜜甜蜜 Paul幫她 不知道做些什麼 你看白姐姐以前幾位 很棒 我想找一張照片給你們看 這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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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她最近照片 即是她最近照片 這個就是她最近照片 現在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77歲都可以 叫做多健康 起碼可以站在這裏 不用坐輪椅 可以走走走 其實她都很細心 她幫她做口罩 OK Paul 我們只是說感情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 她什麼政治取向 不是我的範疇 OK 這張照片很甜蜜 你看白姐姐多開心 然後Paul幫她做一下 好 我繼續說下去 究竟白姐姐 其實如果是這樣 她這生有多少個男 我不知道她拍過幾天拖 但如果公認的話 我可以說她兩段婚姻 還有蕭先生 還有被黃尖追過 哈哈哈哈 是的 好了 我繼續說 現在呢 我覺得 人們說她 當然不可以說 好像以前那麼漂亮 但起碼她叫她 走出來健康 是不是 OK 沙姐更傻 沒有啊 真的 好了 她見到Paul幫她 小心翼翼的拖著她走 提到她 其實她一生也挺傳奇的 不如我先說一下她的出生 她的家族也不是小事 Pamela 在那個年代她叫Pamela也挺好聽的 她出生於1944年9月1號 她是回族人 在香港作為一個專欄作家傳媒人 人稱八才女八姐姐 曾經在灣仔區議會區議員 也是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她是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一級上將 也是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八崇禧 她是唐宅女 台灣的作家白先勇就是唐興 因為她的聲音是很特別的 朋友你們好 我是白雲琴 歡迎你們今晚 聽盡數心中情 我扮得像不像 哈哈哈哈 是的 你們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做功課 我周不時 多謝 阿婆仔 好 哈 OK 是的 因為她的聲音是很特別的 她主持的節目都非常受歡迎 其實她真的在那個年代讀很多書 另外那四個才女是哪位呢 哪四位呢 就是林彥妮、余增、迪娜、詩南生 她堪稱為五個香港的才女 她其實出生 即是她說四四年 其實她就是日漸期間的出生 曾經在紅磡的聖工會 聖提摩泰小學 有沒有人讀那間小學 另外有在跑馬地的聖保羅中學 還有石劫美的路德會協同中學 然後就畢業在美國的三藩市 州立大學 傳播系 即是履歷是communication 這樣的研究院 1970年曾經做過Trans World Airlines 很多人都以為她是不是在國泰做過 不是她不是在國泰做過 她不是在國泰做過 她不是在PAM Air做過 原來她做的那間航空公司 叫Trans World Airlines 美國環球航空 她曾經在明報選寫關於空中小者生活 那個專欄叫做愛在魂上魂上的專欄 曾經在電視街 亞洲電視在1984年 在武則天的劇集裡 飾演唐太宗時期的孫皇后一國 在80年代她是熱線素心星 凌時話風情 妙論廣場等等的節目 其中最多人熟悉的是 朋友你們寂寞嗎 你們現在可以打電話來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的 這個盡數心中情 其實就是1986年至1997年 商業電台 和新城電台都有的 因為好像商堂那裏 不行 可能和人家在喊煞 沒有繼續在這裏做 然後被新城招了過去 這個節目就是專門為人家回答感情問題 或者她周不時的言論出位 周不時不是叫人家分手離婚 幸好當時我還在讀書 我還沒被她影響到 因為還沒拍拖 你不明白 接著她說 她是紅極一時 而且她有一件事 她說 怎麼說 80年代 她80年代 她除了做節目之外 這個盡數心中情 並且做雜誌編輯 老總 女作家 所以又冠以這個女才女之稱 她說話 她說話很大膽 可能比我還更大膽 她說不真 說話 沒有話說 但她又得罪過很多人 因為她自己口沒遮難 她並且借予Ross Stewart一首歌 Ross Stewart一首歌是話事齋的 我不可以令到每一個人都開心 但如果我選擇說真話 一定會令到某些人不開心 這句就是她的名言 她說完就算了 如果有人再叫她說 什麼都好 她根本不會當是什麼一回事 也不會還擊 八姐姐說不會還擊 但待會我會說她和林彥黎吵架 其實我又是冒著生命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先生Paul 就是一位律師 又是一位立法國議員 如果我有什麼遺漏的話 我說錯了 我會被人告到甩褲 你明白嗎 很怕收律師信 所以我小心點說話 不過我也是 我應說就說 我也是照別人的報道 我收集所有的證據 對吧 不是證據 是收集所有的資訊資料 好了 其實她也是生意很有頭腦 除了她為多份報紙 在明報、星島、天天日報、南華早報都有 並且在雜誌也有很多專欄 也出過散文 但是1982年3月她創立了八能公關公司 即是PR公司是搞活動的 即是搞功能、搞球 那些 因為通常很多富二代很喜歡開這些公司 其實就是何超勤 她應該還沒幫她爸爸打息之前 她自己也是開這些公關公司 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做 因為這麼多飯 但是很多富二代喜歡開這些公關公司 認識人多 然後又投資股票、炒樓 其實炒樓也有一手 並且在2006年8月初 在中環開設了雷射繳市診所 她曾經養過一隻馬 馬名叫小燕子 但因為小燕子當時是小小而悲痛 非常有感情 她成中有一個超級富豪 劉聯紅和前妻 這個保詠琴是她的閨密 即是很朋友 我不知道她是否教了一朝半 即是保詠琴當時和劉聯紅離婚 可能她教了也不出奇 會不會 八姐姐你現在不要在聽我的節目 好了繼續說 八姐姐除了她的家族顯客 另外她的高學歷 又這麼索色 這麼漂亮 但她的感情生活 當然不會一張白紙 這麼簡單 這麼純正 她曾經在這本周刊 披露她自己第一段婚姻秘史 不是她自己揭露她 是她一本周刊揭露她 她之前的老爺叫做鄺榮輝 當年是一位緬甸首富 其後因為政局不穩定才來到香港發展 八姐姐當時還在做這位 Stewardess Flight Attendant 不好意思 先喝一口水 我臨開咪咪前很睏 我沖了一杯咖啡 其實我現在不應該喝咖啡 不然我待會睡不到 教眼光光 我明天下午做完直播 早上彈直播之後 我要睡覺 我要出街 OK 好了繼續 她前老爺 因為政局的關係 由緬甸搬來香港 當時八姐姐是在做空姐 飛機裡認識了這位鄺榮輝 和她的私人秘書 莊永楚 即是資深大律師 胡漢青的媽媽 原來莊永楚是女性 好了 莊永楚 當她的洪梁 撤合了白姐姐 和鄺榮輝的第二兒子Andrew 兩個人結婚 並且由寶珠姐做伴娘 結婚後 白姐姐和她前夫生了一個兒子 離婚後 兒子歸鄺山Andrew Kong 去撫養 但兒子現在略略是48至50歲之間 應該是定居在美國 之後白姐姐也在80年代 和蕭財子 當時蕭財子 現在是蕭生 有個一段黑骨銘心愛情 黑不黑骨銘心 我不知道 但起碼 蕭生當時是財子 一個是街人 又是女才女 至少他們兩個不黑骨銘心 我們黑骨銘心 兩個年輕的時候 一個是財子 財情橫逸 現在也是 現在也在聊天 幸好她沒事 昨天發放一個假新聞 其實我也有說過那一段影片 如果第一次認識Smart Travel 都可以查回以前的影片看 多謝 80年代 其實當時任職 荔枝電視插畫經理的上司 是蕭若元拍拖 其後 其後 根據 因為 一個 大家都知道 也不是什麼秘密 第三者 哪位 就是我們心愛的 Dini姐 葉德閑 據報道這樣說 我自己沒有親眼看到 不過這個也很多人知道 但是有才華 有身材的八姐姐 根本 不少追求者 那時候她覺得蕭先生 可能不行 就找另一個 反正她自己 周不時叫人家離婚 分手 她也曾經自爆 被黃禎極力追過 因此 和林彥尼隔空罵戰 待會 壓軸詳細說下去 1989年的時候 她就開始 這個八姐姐 和一個 比她年輕15年的律師 謝偉俊同居 1989年開始 兩個人 被稱為現代版的 楊蓋雨及小龍女 不知道 八姐姐 有沒有睡冰床的習慣 哈哈哈哈 有沒有睡冰床 喜歡喝管 耳目取火 找個喝管 在冰床 轉個洞 哈哈哈哈 做個咖啡又如何 不用站在身上 走去巴桌 混合咖啡 然後 她更加早在1997年 已經在美國 註冊結婚 長半千世紀 現在還在一起 兩人不時成為外界談論的話題 八姐姐 八九年和她一起同住 到這麼多年來 間中有人恥笑她們 沒有子戀 子弟戀 去到2013年 八姐姐 終於爆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就是在Facebook 她自爆 謝偉俊的七宗罪 最厲害就是 他們爆 雖然是夫妻之名 但是從來都沒有性生活 說這個真是來人尋味 簡直是這個 二十世紀 一個懸案 最大的懸案 我差點想播出一個X file的音樂 多年來 八姐姐說 多年來 沒有人抱過她 沒有人疼過她 從來沒有得到過 一個男人身體上吸雨 溫暖 怎樣吸溫暖 我看她經常拖著你 八姐姐 你會不會有一點 是不是你自己腦作出來 睡冰床 睡床 哈哈 波哥 重口味 OK 喂 她這樣說 她這些才女 真的是才女 她就算是投訴 你也覺得她投訴得很甜 多年來 並沒有被抱過 沒有被人疼過 從來都沒有得到過 一個男人身體上吸雨的混亂 任何女人都覺得身心之傲 然後謝偉俊他就否認 他就說反問了 哈哈哈哈 那女兒走到要公開地在Facebook 慢慢數落她的男人的惡行 說是否被抱過 但她的兒子就出來說 根本沒有什麼事還反問你會不會相信 財女真的不得罪就行了 老實說 這個原因就是 Paul一直離棄不到他的原因 一離開你的話 突然間開筆 歷數你這麼多年來 有什麼不可告人的地方 所以你一直都對他 不敢離開他半步 先拖著 怕一下招呼不到 一會兒 他拿一把口 拿一支筆 現在不流行拿筆 拿鍵盤 白姐姐當時 做才女的時候好像未流行鍵盤 是嗎 做功課應該都是拿筆 他 因為白姐姐曾經形容過 他和Paul的關係 比起他做盡數心忠誠 所面對的個案更加難搞 更加難搞 然後他說 跟一個男人在一起 二十幾年 又不親熱 又不嘴 但是依然 還不離不棄地在身邊幫我 哎呀 我真是 這個人 我很矛盾 已經超越了世俗男女的關係 我們互相支持 但是還有很多矛盾 可以說 我們互相折磨 哈哈哈哈 越人無數 一路都是不乏支持 追隨者的 白姐姐這樣說 男人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 他說 男人喜歡你的時候 就不好 但是如果他不疼你 又不喜歡你 又到處去播種 還有什麼 就沒問題了 然後 好了 他現在 有幾年前 有人指他患上腦退化症 身邊Paul 是否認的 表示他現在既性差 但強調他失魂 哈哈哈哈 阿Paul真的不能說 你不要管他什麼政治取向 但我覺得他也是很口才 大家可以聽 除了我覺得 大家對他另眼相看 在感情方面 感情的處理方面 另外也是一個很有口才的男人 是吧 他強調 八姐姐 他失魂而已 他不是失魂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他還 對 如果你說他是說謊 他說 他說 沒有人相信 他說沒有被人抱過 沒有人疼過 沒有人疼過他 但是很好笑 如果我是Paul的話 我對得你這麼差 你又走 你還在我身邊 對不對 那不可能的 你才女 你有選擇 所以 以前教人家 分開離婚 分手 但是 現在 有人懷疑他腦退化 你看他多瘋 穿了一個泳衣 哈哈哈哈 怪不得阿蕭先生也受不了 都要扯旗 哈哈哈哈 笑死了 今時今日 如果阿蕭先生再看這些照片 可能他的心 暗自歡喜 以前也挺有味道 喜歡白姐姐 哈哈哈哈 白姐姐漂亮了這麼多年 漂亮了半個世紀 是吧 做人做到這麼多心滿意足 是吧 OK 繼續說完 他說 我只是一個在社會上 沒有什麼貢獻 和成就的微生物 我的生命就是廢棄的 好了 接著他 2013年的11月 他在娛樂審死官 節目 坦然說這個 阿謝偉俊有名無實 不止在Facebook 更加被人聘請了上去 那個節目 20多年沒有入行訪 並且阿波曾經動手打過他 在當年 13年的11月17日 更加接受這個東方 東周罕的專訪 透露20多年來 飽受精神困擾 除了多年沒有性生活之外 在記憶之中 如果他這麼瘦 20多年沒有性生活 那你怎麼解決 我想問 我就不用 因為我這麼喜歡做事 但是我不知道他怎麼解決 哈哈哈哈 你怎麼解決 你好像阿刀姐 那個女子監獄 找矮瓜 找什麼 OK 我也不太相信阿刀姐姐 沒有理由 謝偉俊 在家裡 經常去到哪裡都拖著她 沒有理由 不擠一下鮑魚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會不會收律師信 大哥 哈哈哈哈 大哥 你真是 然後 好了 在記憶之中 沒有親嘴 等等親密行為 他說記憶中沒有親嘴 下面的嘴有親 扼著鮑魚也有的 波哥 哈哈哈哈 有一次他留意 睡病床的期間 更加遭到路窄文件 而險缺氧氣 哈哈哈哈 然後他向傳媒透露 1980年代 黃滋米追求過他 曾經跟蕭生弟交往過 蕭生 我今天下午的影片說了 你現在不說了 你要看就看回今天下午的影片 又說一下他曾經坐過牢 究竟他坐牢的來由是什麼呢 1998年7月 他因為誇大了 盡心忠情 兼職接線新馮婉嫻的薪酬福利 憑着馮婉嫻的媽媽 盧清愛的揭發 就向警方報案指 這個百能公關公司 由1995年起 就連續兩年 課稅年度 就虛報他女兒的薪酬 但是警方因為證據不足 就不受理了 但是呢 這個馮婉嫻的媽媽 盧女士 盧愛清 就改為向稅局舉報 就是要他 白雲琴 坐牢 坐牢 好了 稅局追查之下 發現 除了馮婉嫻之外 另外一名兼職接線新 洪永傑的薪酬 也是誇大 為什麼誇大 就是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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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被控告白雲琴 逃稅罪 要求他拿出 1994至1998年的百能公關公司支出的單據 他自己無計可施之下 這個報道是這樣說 不是我說波哥 他就說 他在偽造98張食事的收據 借應酬費隱瞞公司的帳目 同年8月 白小姐涉嫌盜用其他人的資料 報稅 揭發了他 逃稅 而被調查 在2001年 白小姐 被政府控以七項 逃稅罪名 涉及 小報了收入155.6萬港元 逃稅22.12萬港元 在2001年 他就在西區裁判處法院 因為四項簽署虛假利得稅 報稅表的控罪罪名成立 裁判官認為 那個案發時間的長度 和牽涉的金額 以及他犯法的手法而言 短時間的監禁及罰款是適當的 但是考慮到他認罪 故此是適當減刑的 最終判入獄是三個月 以及罰款20萬港元 因為被捕之後 他亦發表令人震驚不已 為了抗議 他竟然絕食了七天 最終暈倒在地下 被送去醫院 之後更有不同的知名人士 紛紛向他求情 另外他成為這個新聞人物 還有1997年 鄧家鄧少尊家的爭產事件 他在新城電台節目中 出言支持長嫂吉 欺亞洪金梅 指慈善寧王 辛馬斯珍 鄧永祥浪得虛名 指責辛馬斯珍的子女 沒有孝道 欺亞和另一位主持人 雷宇洋在節目中 展開馬戰 因此被小艾和十一伊 控告誹謗 之後他和謝偉俊 被申請停職 在1997年2月21日 他在中環被一對菲律賓籍男女 匪徒打劫 最後沒有任何損失 可能白小姐 不知道有什麼武器 令到退隱 那個劫匪 過兩招好啊白小姐 通常就可以獲得香港小姐的冠軍 哈哈哈哈 真的很厲害啊 我一點都不及他感言 2004年 黃占過世的時候 他和林彥黎展開馬戰 這個放在壓軸 你現在有1500人進來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跟你說一聲 每天的早上大約是11點到12點 即是中午 我會做直播 講一下當日的娛樂新聞 再加一些生活八科 但每晚的十點三十分 我就會開直播 亦是說娛樂 再加一些生活八科的東西 和奇案 如果還沒like的朋友 麻煩你們給like 好了繼續說 待會我再壓軸 再詳細說 2004年他和林彥黎展開馬戰 2009年他批評香港小姐質素差 我想知道2009年的冠軍是哪位 有沒有人知道 2010年他被黃毓民入品 控告白韻琴誹謗 但是黃毓民是好笑的 為什麼他 哎呀死了我不可以說 因為另外一個女人就是我的聽眾 我知道她有訂閱我的台 不過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經常聽 因為我看到哪些人訂閱我的 哎呀伊伊你好 多謝你捧場 好了 2010年在1月28日 對了剛剛說了 2010年3月 他評論陳智雲 當時協議威怨行動 評論對方如果是清白的話 不如多些祈禱 不需要那麼多花言巧語 其實呢 人家終於判了沒有罪 好了 從政那些我不說了 因為那些不是我的範疇 我是剝花生 從政說到滿的了 好了 就說這個呢 去到壓軸了 他曾經因為逃稅抗議七日 就絕食了 因為呢 四大才子 加上五大才女 成為香港轟動一時的人物 當時呢 他年輕一點的時候 就經常爆些金句 都嚇到你 也有人這樣說 天上有個林妹妹 香港有個八姐姐 在90年代 誰不認識誰是八穩琴 一代的紅人 即使他不是什麼紅人 都是非常傳奇的一生 富豪對之他 癡迷不已 並且有富豪在追求之下 他跟他墮入情網 但感情來得快 亦去得快 從中 這個可能是他第一段婚姻 之前我已經說了 他可能拿到一筆很大的賬養費 有了錢之後他自己 開始去投資 進入這個壓軸 2004年 四大才子之一的黃尖 逝世 在逝世的時候 他的舊愛林燕尼 和被追求 自稱被的黃尖追求過的 白韻琴曾掀起一場罵戰 在電台節目 白韻琴直接大罵林燕尼 他說這個女人 真的一點都不聰明 對於這個 林燕尼當然是有人學是非 讓林燕尼知道 林燕尼也不執書 他說我講真心話 這個人我都不知道關他什麼事 黃尖死了 他哭得好像死了兒子一樣 這樣是毒的 因為他真的有個兒子 即是說他的兒子 好像死了兒子 當黃尖死的時候 這些一石二鳥 亦都是說黃尖都好像你兒子 即是說你老 財女真是財女 你不要亂和這些財女吵架 在他面前都不敢認 然後他就說 白韻琴宣傳黃尖 曾經對他自己展開猛烈的追求 並且白姐姐這樣說 黃尖追得很重要 他就把自己一追到手 一天寫五封情書給白姐姐 白姐姐說 一天五封情書給他 林燕尼見到火都來了 他自己又隔開麻箭說 哎呀他太興奮了 我和James在一起的時候 他在變 真是才子的很多時候 都喜歡寫信給女生 然後他再補充一句 可能那些信是我代筆的 好了 當時這番麻箭轟動一時 被不少的觀眾 都在剝花生 套在現在這個年代 今時今日 你見到現在鏡頭 見到 Paul一起拖著他 去馬場幫他弄口罩 去到已經花甲之年 但這個年輕過他十五歲的丈夫Paul 雖然和他在平淡 但是叫做不優柴不優米的生活 叫做有個人照顧一下 他們上一次出現應該是六月 今年的六月的時候 去馬場 這樣 愛情 不知道他們之間是否愛情 但是有馬平人很差 當日他們出現這個馬場 有個馬平人忍不住 就這樣說 哇 眨眼看 還以為謝偉俊 這麼孝順 哈哈 帶媽媽去看頭馬 這個我想知道是哪個馬平人 他說 嘩 眨眼看還以為謝偉俊 這麼孝順 帶媽媽去拉頭馬 哈哈哈哈 好賤這個人 我想知道是哪個馬平人 OK 好了 到這裏了 我覺得 今時今日 不需要去想想 究竟他是當他媽媽 還是當他是老婆 如果一個男人在你身邊 對你的陪伴的話 都不要太執著 不過我相信 那種愛 即使是有沒有發生關係 有沒有疼他 抱他 你見到他們拖著 怕他摸摸 幫他弄口罩 這份的愛 即使你是對一個長輩 你當他是你媽媽 其實都是有一份愛 我祝福他們 八姐姐和一波身體健康 因為如果一波不健康 這樣我們的八姐姐有誰照顧呢 好嗎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了 多謝大家收聽 收睇 愛是永恆 好嗎 愛是永恆 好嗎 好嗎 剛剛做到1點 我沒有overrun 因為我等一下 我休息一會 我又要剪片了 好嗎 你們喜歡嗎 夠不夠juicy 沒訂閱的快點訂閱 OK 看看 有什麼跟我說 有什麼問呢 OK 看看 誰 誰啊 喜不喜歡啊 你們 OK Angel Kids 我看到 Jason Jun OK Thank you thank you Gloria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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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juicy 超搞笑 Island Amanda OK OK 看看 怎麼樣 還有什麼 說得很好笑 Jacky 是吧 很文靜 很文靜 低調 對了 還有什麼 OK 看看 看看 誰 誰 誰說 什麼 她說 她很文靜 她很文靜 扮八姐姐 好像是吧 超像啊 OK 原來說八婆婆的話題會這麼好笑 是啊 你以為怎樣啊 她是很好笑的 有歌聽 OK 愛是永恆 我先看看 愛是永恆歌詞 先看看 有此不有衷 我不知道會不會唱 有此不有衷 能受八樣痛 從沒有合約合同 但腳跨是空 嘩 我真的不懂唱 對了 有什麼呢 偏偏喜歡你 不行啊 不太適合 有些什麼 啊 潘三年 有什麼陳百強 我只會唱岑阿強 有什麼陳百強 朱主席 是的 看看有什麼呢 嗯 有請朱主席 是吧 啊 陳百強突然想起 什麼 有料理歌詞 咦 為何出了這個 有料理歌詞 有料理歌詞 為何出了這個 偏偏喜歡你 呃 呃 我每日每天都想見你 我每日每天都想見你 那句風如如 那句怕痕淚 見笑一秒多空虛 有料理 兩年都是讓你 你和我一日都知道 你跟著我一日都要 要那天 他每天都要得到哪 你每天都要得到哪 他要得到哪 你每天都要得到哪 你做得到哪 你每天都要得到哪 你呢 你在哪 寂寞治愈 同及情深空气 游来游游去 湖海多美 泡开人生的苦泪 有了你 顿光轻松舍异 好了 多谢了 好想切 OK 谢谢 谢谢 好了 你们记得帮我给like 我们明天早上11点半或者12点再聊 好吗 多谢了 谢谢 好了 我们有头有尾了 各位乘客 欢迎来到巴黎 根据安全条例 请留位座位并保持安全带扣上 直到扣上安全带的灯号声明为止 当但行礼贵时 请小心 以免里面物件跌下 请离开机仓市 带阶梭的随身行礼 避免遗留在机上 我们很高兴为客服务 希望在10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和大家在YouTube频道SmartTravel再次见面 明天早上11点半或者12点我会再次开直播 希望到时见到你们的名字 I love you all Good night 拜拜